之前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 昔日的情敌 艺人小S跟曾宝怡上演了一出大和解的戏码 而现在拥有美满婚姻的小S 当时就反馈曾宝怡不是她的敌人 反而是她的恩人 不过这个施主黄紫娇 他现在在网路上留言 他说感觉有一点受委屈了 是假人告告 似乎在暗喻小S的发言 是不是有一点欺人太深 小S跟曾宝怡这对昔日的情敌 终于在本届的金马典礼上碰头 还上演了大和解戏码 小S还不停的对曾宝怡开 昔日恋人黄紫娇的玩笑 装对白不够 要不要来个拥抱 我捏她的头 我抱她的头是 我其实在捏她 你不要偷捏人家 其实宝怡现在在电影界 也发展得非常的顺利 然后我也嫁错人妇了 其实都是成熟女性 已经有在计较那些 你知道过去小情小爱的东西 而且说实在 你根本不是我的敌人 你是我的恩人 小S称阿宝是恩人 话中有话 暗喻多亏了阿宝 才能让他离开黄紫娇 不过世主黄紫娇 却对小S的发言有点感冒 还在脸书上留言 假人告告 欺人太深的意思 随后又补上 今天会有这个场面 也是因为我当年造成的 所以我责无旁贷 对这金马插曲 我泰然面对 留言当中看得出黄紫娇 有些无奈被消费 不过曾宝怡跟小S 在两岸的主持界 都发展得超好 似乎不需要在消费久连期 这么多时间